而在这几年南安部落族人以及青年伙伴 共同努力之下一起打造礼山冤井 那么这个让农业以及生物多样性保育 永续经营也带动了南安部落创生 不过族人就表示目前很欠缺的是 有种植豆类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行销出去 也让这些豆类到最后也只能自行吸收 这几年来南安在部落族人以及青年的伙伴 共同努力一起打造礼山愿井 从布农山林出发的布农豆豆 实现山村的部落族群 以及山林环境共生共荣的精神 让农业以及生物多样性保育永续经营 带动南安部落创生 不过族人就说了目前很欠缺的旧市 有种植豆类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行销出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怎么销啊 很多怎么把这个东西怎么销出去 东西的话就种多一点 当地部落族人说其实除了希望种植更多的豆类之外 墨地希望透过种植传统豆类 让更多的部落年轻人知道 豆类是布农族的传统事物之一 农友也都很开心的说近几年有辅导单位进到部落 给予资源过去都是自己在自己的小菜园来种植 更是引进了大型的机械道部落 让农友有更多选择来种植 目前有几位的部落农友 希望再另外找更好的土地来种植更大面积的传统豆类 让布农族的传统豆类永续发展 记者高松松主席生采访报道